黃珊珊跟陳志涵 黃珊珊跟陳志涵 很像都在跟著四叉貓的屁股 幫她幹嘛 趕羚羊啊 把羚羊趕快趕到草原去 把小草都吃了 小草看了記者會之後 信心都沒了你知道嗎 看了之後反而想說完蛋了 怎麼還是他們兩個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真的 當你這個內積內控出了問題的時候 應該在這個正常的企業裡面 要罰的是誰 執行長嘛 對不對 結果你難以想像 這些志工看完記者會之後 本來想說下手軟一點 現在都硬起來了 拳頭都硬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眼睜睜看到內積內控 做不好的人 現在居然要幫他們處理危機 我告訴你 柯文哲 你也白白白 真的 再見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做 到底是想要掩蓋問題 還是要把問題找出來 解決問題呢 所以非常多這個民眾黨內部的人 看不下去造成什麼結果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群組 這個叫喬喬 我跟你講這個喬喬 基本上我跟他是不同掛 但他確實 在民眾黨2019的時候 很辛苦的時候一直都在 他的一直都在 那他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他說我極度痛恨四叉貓 他痛恨的是四叉貓 不要痛恨我 因為我真的一點用都沒有 那黨中央陳志涵夫婦 還一直讓他有錢賺 你知道他這個什麼意思嗎 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們 不管是這個 這個競選總部裡面的總幹事 副總幹事 或者是黨的發言系統 因為你們沒有內控好 導致四叉貓可以整天找麻煩 整天越報越多的料 讓他通告上不完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然後就炒出來了 炒什麼 他說 你們為什麼可以一直對外出包 而我們基層只能一忍再忍 一直忍耐 然後甚至看到陳志涵 我跟你講什麼叫相對剝奪感 相對剝奪感 你要知道這些志工 很多幫忙處理地方組織的志工 他們是沒有拿錢的 甚至你要知道 這個台南的黨部 很多的人他們是怎麼樣 要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是去找 不只是找金援 還去找物資 結果看到辦一場活動要四百多萬 他們無法接受 所以你要這些小草 該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現在民眾出任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連內部都無法信任的時候 你每天開這個記者會 豈不是找自己的麻煩 內部也沒有辦法被說服 那這個還在內部的人嗎 你已經出去了 你已經出去了 我邊緣 你不算了 還在內部的人 那第九我先請教 在今天的這一場記者會 你有看嗎對不對 你應該也相信 滿想知道一些細節 而且那個0730 T-shirt 也是從你這邊開始的 對不對 不要再講這個 好 那所以今天這個記者會 你有被說服嗎 沒有我覺得今天記者會應該就是 主要定調說一個官方的說法 因為之前的這面對這些疑慮 包括這個900萬面值 或是80萬的這個租車費 大家只是一個發言人 有點點對點的這個方式的回應 並沒有一個統整的說法 包括之前這個960元跟110元的這個 說法跟這個陳志涵 跟後來這個徐甫解釋又不一樣 那今天記者會就是做上週的一個總結 一個統整 把所有的問題一次的固定的 就是統一的對外正式的聲明 明天還有嗎 明天應該還有 那這兩部分 那是後面的部分 就是對之前的這個解釋 所以現在是4X貓跟Grace在查帳 對 然後黃先生跟陳志涵 在出來解釋 每天就這樣無線的輪迴是不是 那我們也要做解釋的部分 就我們有自己查 那查的是個時間 我覺得其實就有點晚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到今天爆發10天了 那如果你從爆發的這個第一天 如果你要那個發聲明第一天 你就開始查的話 其實到今天已經全部查完了 那如果你現在在查 其實是有一點晚了 那至少他有查總比沒查好 那如果這樣每天開機車 我覺得很多的細節 如果你不解釋清楚的話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是沒有解答到他什麼問題 就像剛剛那個一川公的這個 900萬的面值的部分 那900萬面值的部分 我幫大家解釋一下細節 他其實是包括三部分 其實兩大部分 就是第一個他是給科P陸戰隊 就是給全省各地方黨部的 這個面值跟菜瓜部 第二部分是監票部隊的面值 那前面第一個大部分 科P陸戰隊的面值跟菜瓜部的部分 面值是400萬元 那菜瓜部的部分是350萬元 那面值的部分 一包是1.365元 所以算起來大概是295萬元 那菜瓜部的部分大概是90萬片 一片大概3.9萬3.9元 所以total加起來 是400萬加350萬 這個前面科P陸戰隊 就是發給各地方黨部 這些志工自動自發去夜市 或晚上去入口 自己在那邊發面值 這部分就是700 所以志工有 但是候選人沒有 候選人 候選人 攻捷落高去 然後他後來不敢再講了 陳婉輝 因為他是跟游淑會私底下講 然後游淑會在節目上跟他講完 我們又再去採訪他說 這方面我沒有跟他們買 所以我不清楚 撐回去 對 沒錯 就是我覺得開記者會 就是把細節講清楚 可是你現在是志工 可以拿到那個面子菜瓜部 可是你要選舉的候選人 no suit 而且我補充一個 地方志工可以來拿 地方候選人 no suit 這個部分面子 他是印總統跟副總統的這個 我今天看的那個金額 我補充一下 我選議員嘛 我做2萬包 我的成本也是1.3多 你們做400萬 我覺得克文哲的進種很有錢 你們是不會殺價嗎 就是說你們做那麼多批 但是你的價格 選總統的價格 跟我選議員的價格 是差不多的 量差很多 量差很多 一般我們不是以量自價嗎 但是你們沒有比較便宜 這個我要解釋 因為他有跟廠商包說 他是一週一週送 每週每週送多少批 那是總量嘛 他不是每一次幾百萬包一次送到 他是慢慢分幾批送 所以對廠商來說 他有一個貨運的成本 跟倉儲的成本 要放在廠商那邊 所以他跟廠商 應該就是因為這樣沒有特別的殺價 所以我覺得像面子的部分 你把細節 都特別 你把細節講出來 大家就比較不會有疑慮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面子900萬是一次 但是他其實你從細項來看 他其實是每一筆每一筆 分時間去支出的部分 所以不是一次說900萬這樣一次花 所以要分時間 好 那我請教 你選機嘛 我請教你選機的時候 你的帳是怎麼做的 你們都是像我們這樣子 一張紙 一張紙 然後開始填 然後一個格子 一個格子 不是用Excel嗎 不是用電子化的嗎 柯文哲都還是停留在遠古時代 我覺得他要說電子化 我跟他講 叫他去那個網路商城 其實就有賣很多那種 會計套裝軟體有沒有 最便宜的一千九百八 一千四百九就有了 其實他不用自己去開創一個 什麼電子化的會計軟體 我覺得柯文哲 你是理性科學務實 但我覺得這個部分 炸得有的東西 你不要再拿出來說 那是你自己沒做 不是說市面上 沒有這一種東西 像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每一張評證對上日期 對上支出 貼得清清楚楚的 然後負責登錄的人 就是要Double Check 才有可能登錄 然後我今天看了陳志涵 他那不是在那邊Powpoint 這邊滑來滑去說 第一次申報可以不用減負 那所以呢 所以你們的意思就是說 都可以不用如實的來申報這些嗎 就是所以才會現在發生說 你們的收據 你們的評證 就是有漏報錯報的問題 而且我要問說 你們中間的這個差額金額 到底跑去哪裡 你今天的記者會 還是沒有說清楚 你的七十七萬演唱會 你的九十五萬便當錢 對不對 一筆一筆加總起來 錢到底去哪裡 因為你一定是 總收入跟總支出 最後的結餘 會等於你申報的金額 但是你現在完全對不起來 就代表你整個帳 都是有錯的 所以你不要再繼續推給端木正 代表說你們整個財務人員 包含黃珊珊 包含陳志涵 你們的責任絕對是逃不掉 這個不是只是錯帳的問題 這是法律問題 這個是造假好嗎 我來給大家看 因為他露燈的項目 有20元340 2177 反正總之 零零總總 有的沒有的 有便當的 有住宿的 有停車費 有匯款 有通行繳費什麼 各式各樣都有 誰是這樣作帳的 你不要以為小錢 每一筆錢 我今天呢 我如果是在底下沒錢 我說要花兩千塊 我要去哪裡選 對不對 這個都是問題 但是川哥是這樣的 因為有一個很詭異的現象是這樣 它是大面向的現象 我們看他們的政治獻金 有一個這個 應該是老師 政大老師他去叫出來的 他做著一個手板 他說政治獻金的來源跟比數 三個有賴清德 有侯友宜 有柯文哲 然後他去做獻金的部分 因為其實現代的時代 包括你現在 我們買一個飲料 可以給你 是這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要關錢的話 用線上是最方便的 你如果沒有現金 我還要請錢 還要什麼 其實更麻煩 我們看賴清德的部分 他現金是粉紅色 賴清德的部分 現金的比例很低 低到我幾乎 肉也有一點無法辨識 來往下看 侯友宜友 比例稍高 但是大家推論說 因為國民黨 其實長輩比較多 可能這種用手機 或是用匯款 不是那麼熟 再來看柯文哲的部分 比例之高 這邊是個人捐 然後用現金捐的比例 是93.7% 柯文哲不是 都小草不是 很厲害用手機嗎 怎麼會出現一個這樣的現象呢 那這個帳 有鬼 柯文哲解釋什麼 因為我們勾錯了 一看就知道是錯了 我們就是勾錯了 然後後面還要補一句垃圾話 他說台灣要建立新的政治文化 你這個就已經 就實在都被淘汰了 你還在講這個東西 然後他說未來我們要建立 電子記帳制度 我請教 你們現在是什麼風格 你們有沒有電子記帳 所以總統大選的帳 那麼多 他們沒有電子記帳 不然現在亂操操 不然你們都用算盤的 沒有電子記帳每一筆 家庭收支部 總之下 毛筆寫 那是我們公公用的 現在不是說起進一歲 他就直接幫你加總收入支出 那差多少錢 而且他們會計師有 他們的會計管理系統 不是單純的以上 那個是下拉四窗的 現在收入這塊也出問題 因為那一家應援科技公司 有說他有看過他們的簡報 他那個系統是怎樣 是因為他設定的欄位 就你轉帳的時候 設定的欄位 可以跟監察院的系統容易對接 他們的欄位是交費 所以你這個應援科技 假設一個月 告訴柯文哲總部說 我們這個月幫你收到 收到2000萬 所以你要付我管理費60萬 因為要抽3% 所以那2000萬的這個資料 就會進到柯文哲的競選辦公室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 只要透過一個成績 就轉進監察院的系統 一直轉過去就好 可是現在為什麼 明明這種轉的裡面的項目 當然是用匯款 可是為什麼會改現金 一定是有人進去把它改成現金 不然系統出來就是匯款 不會是現金 那為什麼要去改成現金 因為匯款 剛才都說了手機要轉錢 500塊300塊在轉的時候 哪一支手機轉的 哪一個手機號碼轉的 或者在電腦是哪一個IP上面轉的 系統都有 後台都看得到 不然要收錢 後台看到之後 會不會有一種情形 我人在海外 就開始500塊台幣 500 一直用 用了1萬次 我就傳出500萬 那這都是小合均款 500 210萬到的匯出500萬 這回來出包嗎 這回來出包 這回來出包 政治現金 奇怪 都一段時間 短時間內都一模一樣 所以這當然不能比匯款 這個如果全部變成現金 就無法對賬 為什麼 變成現金 就不知道是誰 所以前幾天 我們才會討論說 柯文哲的總部在新莊 媒體有報導過 一些糟糕都在排隊 大家都拿500嗎 500 這樣換就500 這樣換那500 沒有 都沒有看過 有人在排隊捐錢的 大家都是 糟糕不是在裡面這樣 議員的 上面黃國昌 開直播說 他責任下的時候 你就叫他捐500 然後不是很快就 就達標了 大家都是拿手機的 對 都這樣不能弄出去 所以這裡頭到底是 為什麼要把系統 已經都內建好 你用議員科技 弄進來的東西 已經系統設定好 是匯款 怎麼會有人去動手 手動 把它改成現金 才會跑出剛剛 剛剛這一張圖 才會出現這張圖 不然照德里來說 我跟你講照德里來說 柯文哲這個粉紅色的 應該是最少的 對啊 因為他們都年輕人 對啊 年輕人現在去買東西 台北都用手機 都要BBB 沒有人在帶現金 所以這件事情 柯文哲沒有決定 勾錯了 什麼勾錯了 對你們來說是勾對了 不是勾錯了 因為你根本不用勾 那個系統根本不用勾 他就會自己跑到 是匯款的那一籃 那韋航哥我要請教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是 台灣民意基金 他不是說出了這個 民意民調的數字 看起來 沒有像我們之前聊 那個就是陸委會委託 然後不小心流出來 政大選人中心 那一個6%多 那麼低 可是他是在下滑的 他原本上個月的數字是16.0 他是下滑的 那其他呢 小幅上升 民進黨小幅一點多 國民黨也是小幅的上升 那他有特別做一個 比較特殊的分析 叫做民眾黨的感情溫度 那他做出來感情溫度 他的分析意思是這樣 是民眾黨溫度 所有選民對他們的支持度 偏最低的一個時刻 然後他也分析出來說 他從這9個月來 他們的流失已經流失掉 300萬的選民 然後新陳討厭的 討厭民眾黨的是220萬的選民 你怎麼樣來看這個數字 好 這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個我們都知道 他長期對於白銀 是相對比較呈現出來 比較友善 我們今天也有人抓出來 白銀當初六點協議裡面 三份民調 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民眾黨 也剛好有這三份民調的賬 所以如果排除民眾黨 投資的民調 那這一個民調 大概是最後有白的民調了 好 那我們來看 他一樣有下降 主要是跟國民黨差距 大家可能如果還有點選舉印象 選舉的時候 民眾黨和國民黨差不多 現在即使在有白銀的民調 都已經差到10% 被甩開了 國民黨有做什麼好事嗎 沒有 完全是民眾黨在燃燒自我 好 那當然他就去做更細部的講 好感度 那他用了一個指標就是溫度 那溫度就是50 就是中間 不溫不火 他說平均的溫度已經下降到40多了 甚至是他主力的 大概是25到34歲的族群 也下降到50以下 他也呈現出白領的支持者 也大幅下降 好 那過去白領 有上班族 年輕人 這個都是白銀最堅實的支持者 在親白銀的民調裡面 都已經跌到一半以下了 要注意之前柯文哲最好的時候 狀況最好的時候 基本上是都直接過半 在25到34歲的這一季 都是直接過半 現在鬧成這個樣子 有人說他什麼時候調查 差不多就是在他們那個記者會之後 但是柯文哲還沒有真正的那些 後續的搜索的狀況 好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看柯文哲的這個盤勢 還是會持續往下 因為重點是你一開始出來 一開始做了解釋 後續又重點 真的就是那一個96萬的便當錢 就是很多沒有跟政治有關係的人 都對於這個部分真的是太有感覺了 小老百姓他在轉相關文章 因為我們做網路的吃飽 時間都會看 人家轉的時候會加什麼話 很多人加什麼 我平常不談政治的 但這個真的太好笑了 我一定要轉一下 為什麼 太違背直覺了 這全台灣有多少盈利事業 1600萬家 小小的商號 那種一般的店家面 那也都是盈利事業 大家都有報仗的經驗 大家都有跟會計師互動 跟會計跟財務出納互動的經驗 看到你這麼爛的東西 這已經不是政治的問題了 所以我們剛剛他們還在講說 我們要去拉藍綠家 賴清德的怎麼樣 民進黨的怎麼樣 你越拉 你都沒辦法解釋一個 基本智利的問題 這個不是政黨做得好做得壞 這個就是很多網友舉例 現在不是什麼藍綠對決 也不是什麼藍綠一樣爛 是你特別爛 爛的程度超過路邊的面電 也就是說有人說 民眾黨就像那種有人會說 你怎麼可以抓我在泳池尿尿 大家不是都偷偷會尿尿 沒有 你是站在岸上 對泳池尿尿 只有你這樣幹 沒有人這樣幹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民眾黨現在要解釋的 其實不是把責任推給藍綠 民眾黨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跟百姓說清楚 為什麼你們連基本台灣人 應有的做事能力都做不到 可是我告訴各位 我們看民調不是看那個數字 不是這一家比那家民調的數字 不是 是看這一家民調公司的趨勢 各位知道嗎 台灣民意基金會 它在7月的時候民眾黨是16% 現在只剩下13.8% 國民黨什麼事就沒做 20.5變23.2 他唯一做的事是謝國良在 基隆快要被罷免的 就這樣而已 可是你要知道 台灣民眾基金會 從去年7月所做的這些 有關於柯文哲民眾黨的民調 他在最低的時候是什麼 他在最低的時候是7月17號 到7月18號 柯文哲的民調是 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 有史以來最低20.5 但是他這些民調都還高過 國民黨的侯友宜 一直到12月22號到24號 就是要封關前的民調 他才調到24.6 輸給侯友宜的28.2 不過在前一個月 11月19號 11月21號就是 柯文哲跟人家簽了六項協議 馬恩九不是握著他的手說 你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吧 那個時候 後來他翻臉了 後來他哭了以後 說要算的時候 避免的時候 撕毀協議的時候 他的民調竟然高到 31.9 還贏過賴清德29.2 跟侯友宜23.6 也就是在所有的台灣民意基金會 所做的跟柯文哲民眾黨 相關的民調裡面 對 這個民調最低13.8 他整個雪崩式下滑 我告訴你 去年11月31.9 現在13.8 我的天啊 這不叫雪崩式的下滑 什麼叫雪崩式的下滑 你單單從台灣民意基金會 所做的民調 不要一直怪人家求真民調 他所做的民調 除了去年12月的民調之外 人家還不是做柯文哲 都是老二 對不對 都是第二名的民調 人家也是都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樣做 但是至少人家 至少人家在封關前 有做一個他老三 你知道嗎 至少人家有做這樣的民調 叫聲回歸 至少人家有做這樣的民調 對不對 所以從台灣民意基金會 的民調看得出來 柯文哲現在已經吐銷瓦解 我告訴各位 哪需要什麼藍白河 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網做小人了 為什麼 哪需要藍白河 當如果繼續 柯文哲繼續掉下去 連台灣民意基金會 掉到6% 7%的時候 國民黨哪需要跟你河 我想坦白的 到時候氣表 強調的就是氣表效應了 不會再有藍白河了 到時候就想說 我們可是 跟你們的懸殊 這個實在是 量級就已經不一樣了 可能到時候都沒什麼機會了 然後等一下再來補充 我先請教Grace是這樣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陳志涵對不對 那陳志涵的部分 是這樣的 因為你剛剛講 是跟張喬瑜兩邊的互槓 但是我們來看 他跟四叉貓的這一塊 我是覺得薪水的部分 我們上個禮拜 不好意思幫你多 少算一個月 現在算五月 五個月 102萬 利久 你會羨慕嗎 我其實還好 因為他在選舉過程 還是你也是領20萬 我沒有領錢 我沒有領黨政策的錢 就是我覺得 以他去年那個選賬辛苦的狀況 你說強度是不是 那種勞累度 基本上是24小時 就隨時在主席身邊待命 那我覺得他領這個錢 這個就值得啦 好 因為值不值得 公道在人心 那還有呢 薪水其實個別去談 有能力的就多一點 但是現在問題在這邊 陳志涵的薪水 是他貓去調出 民眾黨相關的薪水 究竟是什麼樣的急劇 的確是高人一等 落差很多耶 落差很多 跟第二個差了25萬 有 那陳志涵呢 就有講說 你拿這個東西很不天龍 在罵說 我做了很多事情喔 我覺得你 就是低調的 有一些同事幫你講 同仁幫你講 那就沒事了 他就開始講說 你看我去大甲媽 走得多辛苦 睡在什麼香科大樓 有多麼疲勞 多勞累 而且呢 半夜還被冷醒 大甲媽是三四月嘛 那時候熱不熱 中南部其實是偏熱的 他被冷醒 表示冷氣開太強 這什麼好抱怨的 你抱怨什麼 不夠環霸愛地球 冷醒了 然後呢 四趴貓就講說 別人都是因為信仰 你是為了賺錢去的 他還留言喔 他在留言 有人嗆他說 大甲媽 你是為了薪水喔 他說 對啊 確實啊 所以咧 很壞耶 有夠壞的壞 他有點太兇了 我覺得他那時候有點太兇了 那他今天記者會的 回應的狀況 就有點比較收回來一點 就是說大家 因為薪水這種事 每個人就是 就是自己的 這個私人的事情 不想要被公開 那因為從政的關係 這個政治獻金法 本來就要公開 所以被拿出來 在外面上討論 他自己可能當下 有一點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 他是陳志涵是20萬 那他被這樣講 他不開心 你覺得林非凡9萬 然後被你們連這麼久 連這麼久 他有開心嗎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將心比心呢 如果說陳志涵內心 是覺得 這樣太超過了 那你們之前在做什麼 對不對 然後因為他 所以香客大樓 我就想說跟大家 拆解一下 那個香客大樓 的確如果說 你有房子不住 不住 不過那個是一個 很特殊的信仰 以及你參與在其中 你會感受到 那個幾天幾夜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看看其他人 怎麼過的 這一個香燈角 聽到要死 他就隨便鋪了一個 那種就是簡單的店子 那種野餐店 那種東西 然後就睡在路邊了 然後還有很客難的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巴士的香 對 巴士的行李箱 在行李箱的那個空間 有沒有 兩個大姐 就這樣睡在裡面 要比是不是 人家是這個樣子 然後陳志涵 因為他用那種態度 反而激起了更多人 對他的不高興 是不是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陳志涵這個薪水 我們說這個薪水排行榜 我必須講 這個國民黨的部分 不管是什麼玉婷 齊強 政達 玉佳 我念起來好像很熟 對啊 很熟是不是 其實有一些叫做這個 侯友宜的幕僚 都來講 這個其實 因為上面那個我不認識 玉婷跟玉佳 我們不認識 但是張齊強跟謝政達 人家都是什麼level的 對 你說陳志涵領這個100多萬 我說真的 有沒有那個價值 有 你每天早上起來 打開眼睛 就要睜一點說瞎話 很累 所以你說 你說你要就是心忙 但是眼不忙 眼忙但是心不能忙 很難 所以我說真的 陳志涵寫這個大甲媽祖這一篇文 我感覺 包含他下面的留言 是一種叫做 爽假痛 我臉都十萬 爽啦 但是 我還是要告訴你我會痛 當然就是這個邏輯 那為什麼他要 他為什麼要這樣子的風向 因為他很擔心是 因為非常多小草跟志工 這真的都沒有拿錢 我舉例來講 很早之前跟我借10萬的 他到下一個月 終於可以還給我了 從2019年到現在 我只問他一句 你回頭了沒 浪子終會回頭 他說是 他看了這個監察院的資料 他決定存下他一草一露 把錢還給我 我覺得這蠻感動的 對不對 那另外我要講 其實民眾黨這很特別 我就請問 這個Z9也在場 這所有人裡面 誰是負責組織工作的 有沒有是負責組織工作 組織的頭好像不在裡面 對 地方組織工作的人 社會立部的人 有沒有在裡面 我覺得這叫做相對剝奪感 柯文哲 一點都不在乎地方組織的服務 但是最忙的會是誰 是離開台北到處跑的人 有沒有想過 陳戰 好不好 別人看不懂我看得懂 對不對 所以他為什麼還要解釋說 Grace 解釋說 我有請大家吃飯 我有請他吃飯 他他是 你要請大家吃飯 對 他說我拿這些錢 然後但是最後我有請他 就部門偽崖我掏錢是不是 對啊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個四叉貓 雖然他平常真無聊 但無聊到 要去抓陳戰的薪資 原因很簡單 在去年的時候 一堆風向什麼 零九萬零九萬 你們這些表現很好的人 一定可以零九萬 我跟你講 我前幾天 那個YTE影片 在下面刷我 Grace 你再表現用力一點 你就可以零九萬了 你就是為了零九萬 不好意思 本人領的比九萬是好多倍 那重點是什麼 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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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們這樣酸零九萬 請問一下 那乘二十呢 那如果不只乘二十嘛 夫妻黨加起來多少 去年確實有報導寫出來 陳戰出來講 你們不要亂抹黑 我哪有月 我們夫妻哪有月入三十 拿證據啊 不都出來了嗎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你在 就平常 你致函 你在嗆聲 他在嗆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為什麼很多事情解釋不清楚 另外 你知道小草更氣什麼嗎 你拿二十萬OK啦 重點是什麼 這麼多事情都處理不好 這麼多解釋 你都解釋不清楚 昨天的柯文哲說什麼 昨天的柯文哲說 昨天的柯文哲說 我們民眾黨沒有內障 今天你的陳志涵 要把內障掏出來了 說我們有對障 對了三分之一 不是白內障 不是白內障 所以到底有障 還是沒有障 你們內部都不容 所以小草為什麼會生氣 像我現在也很生氣 我就搞不懂嘛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就有人說 Grace 陳志涵好像薪水很高 你要不要回去 我就是有點略略不開心 為什麼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的點是什麼 就有人討論 他說 阿伯繼續重用 畢如跟Grace 不就沒事了 I'm sorry 我跟你講 有些愛可以重來 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你們已經變了嘛 都是假的嘛 就像是財務紀律聯會 還有另外 我也不知道Z9會不會解釋 一直以來 民眾黨內部記帳 所有的選戰 都有Key itself表 好不好 民眾黨你確定 你科文人你確定 你們不懂 什麼叫做ERP企業管理系統嗎 都有嘛 為什麼今天突然間說 啊 so surprise 我們沒有電子化系統 你是演的 還是你是真的 我真的搞不懂耶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民眾黨 它現在變了很扭曲 而且非常的嚴重 電子化系統 有嘛 其實是有 我覺得這是應該 不知道主席怎麼講 你怎麼可以吐槽阿貝 吐槽主席 已經被吐槽 大不盡 皇上講話 你敢講什麼 沒有我只想講實話 他可能就是講錯 因為就以這個系統而言 那這個業者自己出來 誠心還發新聞稿 我想說對這個業者很拍攝 因為這個業者 我們其實在選舉的期間都很認識 然後在業務窗口也很認識 他也覺得第一時間講說 怎麼會出這個包 然後我第一時間問他說 這個我記得你們這個系統 在我用的時候 因為我用的時候2022年 這個系統他預設就是 每個人的捐款 最後面會寫這個匯款 那你就整批整個ESEL檔 上傳就好 你也不用改任何東西 也不用勾嘛 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懶人 對我現在要講的 ERP系統是內部作帳系統 對 並不是什麼線上匯款系統 我跟你講我跟應援非常熟 他們還沒上架 他們在創業中的時候 因為我有ERP的企業管理師的證照 我有告訴他們 你一定要跟監察院掛勾 這是一件事 我現在要講的是 你民眾黨 你柯文的競選總部裡面 真的沒有內帳嗎 我現在講的是內帳 我現在講的不是應援科技的系統 所以我必須覺得 等等 內帳跟 攀開給我們看的帳 有沒有一樣 對而且重點 現在的重點殊肉是 你那兩百萬的漏洞 其實你內帳打開 你就看得出來 你會款給誰清清楚楚的嗎 怎麼會告訴我們沒有 所以我必須講真的 你柯文哲要趕快說實話 不然你明天記者會 還要去解釋應援系統 但你不解釋自己有沒有內帳 對不對 聽起來是民眾黨裡面 該具備的工具通通都有 可是我都不要使用 我拿掉了 我不使用一定有理由 那是什麼理由 什麼原因使得你 寄存的這些工具 你通通不用 擺明的是要做奇怪的帳 不然明明科學理性物質 到最後變科學理性物質 有系統你就物質 這是什麼樣的道理 然後剛剛自己就對皇上大不敬 對皇上大不敬 然後網路上面有很多 也有很多民眾黨的堅定支持者 沒差我們下次會捐更多 真的是很堅定 一心一意還是要捐款給他 沒錯 管他們說什麼 我們還是要照捐 要不然還有另外一派 另外一派是說什麼 另外一派是說 我還是會支持第三勢力 不要讓阿伯旁邊 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都一直害他有沒有 不要害怕那些瘋狂的科粉 那些人真的才在害他 阿伯的關鍵 意思就是阿伯無辜 阿伯可愛 阿伯都是被身邊的人 給害到 你有聽過一個天才157 一路都在被騙 你都沒有想一些方法 讓自己不要被騙嗎 我會覺得這些小草也是辛苦 你們付出了真心 相信他 然後又捐錢給他 到最後就誤值 兼人所害 這種話你們也聽得進去 你們也信 我也是佩服 關哥你會不會覺得 最近在看館長的直播的時候 你會有一點不知道說 他到底今天的忠心主軸是什麼 他不是上禮拜有些誇年嗎 傲穿說的都對 然後隔天我又注意到 他在罵說民眾黨的帳很亂 罵得之兇 他竟然講說 說罵藍綠都是垃圾 你民眾黨是垃圾中的垃圾 不好意思我是轉速館長 不是我講的 是轉速館長 然後後面罵完之後 又找了陳志涵跟黃珊珊 讓他們有一個澄清的舞台 澄清的平台 拜日就開始說 志涵有給我看 端木政有陰片 陰片裡面 他都講說是他自行調節 然後開始罵端木政 他的情緒轉折非常的多 然後我都覺得 這個陳志涵很過分 你有養片怎麼會不會拿出來 館長你如果有養片 你怎麼會不會拿出來 大家咳嗽公平嘛 這是館長的套路 大家看久就了解 因為他一開始沒有資訊 一開始沒有資訊 然後就講了幾天還是沒有理他 那就一定開罵 那他開罵的邏輯 館長 館長沒那麼聰 館長說的很多都骨瘡子 像他一天說 行政院下了監察院 這一定骨瘡子 這一定骨瘡子 不然怎麼都是行政院下了監察院 館長你如果聽人說 要聽像我們政論節目 這都比較優質 你不是聽骨瘡子 誰在亂說 他現在一開始 其實他學到什麼進行 他剛才是有心悶我 他就說我早在亂說 怎樣怎樣 我說 館長打電動 早上都兩萬人 在看他打電動 他說想要說 怎麼會亂說 我打電動都三千人 後面跟我說什麼 我兩萬人 奇怪我是說你的好話 他就跟我賣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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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減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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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我們館長這裡而已 我就說 館長 現在這裡的館粉 炒肉餃 蔥都會跑掉 館長也想起了 館長說 我館長 我是館粉 跟小草跟蔥 什麼關係 小草跟蔥 蔥 蔥不一樣 我的是館粉 五草丹 三個亂說 結果 現在炒肉餃 蔥也是早已聽他說 為什麼 因為陳志涵 黃山山去說 講完之後 他在八點開始說 講完之後 館長意猶未盡 到拌命 跟一天拌命 主席 主席就是11點開始 到凌晨一天叫主席 主席他又開直播 因為他把剛剛黃山山 跟陳志涵講的東西 重新再詮釋一遍 因為那一場他們兩個講的話 跟今天我們看記者會都一樣 因為他們兩個一直都要輪迴 一直都要說來說去 館長又解釋了一遍之後 就又開始美民進黨 他又美民進黨 所以前禮拜 禮拜就不再說了 前禮拜他就要說電動的事情 拜日 拜日營晚又開的時候 他又美民進黨 那就看今天 不過館長我一直強調說 你要有忠心思想 而且館長你做生意做得不錯 你做你賣什麼都賣得不錯 因為有一次我說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 你要倒了要倒了 你就沒有 我怎麼倒了 我生意很好 你生意做得很好 所以你做生意就好 你如果要說政治 你要想我們有忠心思想 你沒有忠心思想 人家把你勾去那裡就勾去那裡 我幫你勾 你就再過來 現在兩個勾去幫你撒嬌 撒嬌一下 館長撒嬌一下 你又說他們的好話 改來改去 這樣你會失去很多 想要聽你說政治 不然你就好 怕你的賺動就好 我們在賬的部分 Grace你有點出來一個東西 是說有31比鎮宇的金額 剛好是一個很 也是吉祥的數字 99999元 999朵玫瑰 就是不知道在拼湊 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那這個錢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樣怪怪的 我不能夠 我就是一個支持者 當然我要捐10萬很好 差1塊的尾我還可以說 你看這個99999元 我捐的 結果發現31比 黏得非常密集 在Key的時候 你剛剛講說理性物質 不是 科學理性物質 物質 整批攤在那裡 然後會是一大掛 是什麼樣的狀況 欸 我跟你講 我小時候是聽過 我早以為你種下 999朵玫瑰 告訴你 那是愛情啊 這是你最準的一次 音準最準的一次 不能準 我早以為你種下 這個太準 這個比較準 不能太準 我是故意的 你以為 小心還是CC 不是啦 那個版權方會來 對 重點啦 我跟你講 有些事情的問題 會發生在哪裡 你知道嗎 持續大家都會捐款 持續捐款 可是你會發現 什麼叫異常現象 異常現象發生在哪裡 集中要脫高的時候 在哪裡 這什麼意思 集中脫高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get不到你 就是說我們來看 這個柯文哲 如果我們把它 所有的現金收入 做成一個曲線圖 你會發現 有集中脫高的趨勢在哪裡 集中就在最後的三個月 就是11月到1月的期間 就最熱的選舉啊 重點來了 這一個期間 總共收入有多少 你知道嗎 195117萬4千元 你背這麼細幹嘛 然後 比數有多少比 統統有 這個9萬1千5百多比 你相信嗎 重點是它太集中 而且都是現金 我跟你講 這問題就出在哪 大家都說嘛 重點是這樣 現金佔了3千2百多比 我告訴你 佔了6成3 問題出在哪 你的集中脫高的曲線 應該是什麼東西的 入障最多 匯款 對啊 匯款 最多 結果 每一筆都錯 有這種檔是不是 我跟你講 如果 要不要扣錢 你們要不要扣錢 依照我跟你講 什麼叫做起錯 我跟你講 我必須講 因為我本人 真的是有拿過ERP的 內部內機內控管理的 什麼樣子狀況會起錯 我跟你說 故意 什麼叫故意 我跟你講 你是物質 你是物食 你不小心吃到 還是你是故意去吃了它 這兩種有差異 在內機內控裡面 如果你是不小心的 你一定有不小心的原因 舉例來講 這一套所謂應援 這一套系統 我按下去的時候 它表格會全部 一次的輸出一個表單 我在表單的時候 我沒有直接上傳 我沒有 那我做了什麼動作 我把它更改成現金 在這麼多筆的狀況之下 跟這麼多筆的數據資料 去更改為現金 意義在哪裡 我現在講 這才叫做 這是故意 還是不小心 應援科技它的服務費 有多少 其實就能轉換出 它的所謂匯款獲得的 所謂金流 那現在大家轉換出發現 不對啊 你說的物質 怎麼必須拿到的服務費 沒有更多 這是大家要去關注的一個重點 那重點來了 在這麼集中的 包含31個人裡面 都拿了 99999 請問一下 這31個人 是怎麼樣把這個現金 是拿到競選總部嗎 還是說 這又是匯款 但是我記錯了 我覺得這方面 就是民眾黨要說清楚 為什麼 什麼樣子的狀況 尤其是一些公司 他們為什麼要用現金 原因只有兩個 如果我講這個案例的話 比較符合的案例的話 第一個 分拆金額 它透過大筆的單筆數字 去做分拆成小額的金額 才會出現這個狀況 第二個 使用人頭戶 有沒有使用人頭戶 這也是個重點 但是因為在捐款的上面 你只要是多少錢以下 一萬 一萬以下 你就可以用 匿名 所以它不需要人頭帳戶 就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達到現金的分拆 我認為這才是一個 專業理性務實的溝通 這才是開記者會 要講的重點 對 我不知道明天會怎麼說 所以我必須要講的是 這些大筆的現金的問題 需要好好的解釋 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跟小草平常捐贈的邏輯 行為使用方式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 最應該要去解釋清楚的部分 好 來 韋航哥 因為今天記者會 然後大家就問了 黃珊珊一個問題 那我請問你 你記不記得 那個財務長李文中 他是證人請回嘛 對不對 對 黃珊珊是不是律師 對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為什麼 沒有請他來幫忙查帳 財務長對帳對清楚 為什麼沒有請他 因為他被檢調列徵訊被告 所以沒有請他 人證人喔 不然現在你檢查官嗎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幫他定義他的 現在關係人的身分不一樣 他是證人 還不是被告 還是他告訴我們一個 我們不知道的秘密 他轉成被告了 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意義上 在法律要件說明 那個詞彙 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對 你覺得呢 我認為 這個當然黃珊珊 可能意外 透露了證人轉被告 的這個發展 意外嘛 這個他知道嘛 但是就用這個方式 告訴大家 那當然實情是 第一 李文中本身處理戰 柯文哲已經信不過 所以明天 李文中這個頭應該是 會被斬下來 你說中平會的話 對 該砍就要砍了 所以總幹事督導無方沒事 總幹事這顆頭 柯文哲還抓的 不准把他砍下來 但是其他要把他拔下來的很多 因為大家現在講話都很有技巧 比如說謝利公就說 他黃珊珊擔任善後小組 不需要黨職 因為那是柯文哲總部的善後 他是柯文哲總部的總幹事 他作為總幹事 那去善後 他不需要一個民眾黨員身份 也不需要立法委員的身份 所以不管是把他立法委員砍掉 或者是整個黨籍都直接除名 都是OK的 這個就是大刀派 那其他人有說 那至少立委要下來 立委下來你個庭權個三年 或是怎麼樣 但是他還是可以 復經請罪 繼續去處理柯文哲 這個事情就讓他在立院外面 安心處理 安心上路這樣 這也是另外一派 所以現在黃珊珊今天和陳志安 兩個人站上去 當然大家一定會問 真正管账的人不在 這個局也太奇怪 大家想問的是李文中 李章到底怎麼蓋 他是真正有看到那一張單 然後蓋下去的人 黃珊珊只是最後面才在那邊 合一些比較大的 因為黃珊珊也講 我只負責合大 李文中應該是合到那個 一般的那個什麼 960 110的那個便當 他應該都是有過目的 好 那現在的觀點就是 李文中可能已經失事了 李文中可能已經確定要斬掉了 李文中可能會被拋棄了 在這樣子的前提下黃珊珊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意思就是說 李文中應該就是我們的現在的止血點 然後我出來看一下 小草買不買單 小草滿不滿意 如果小草這樣滿意 也許珊珊可以不用斬 好 我就問 珊珊不辭 對 珊珊不辭 就是柯文哲的意思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這個記者會 其實沒有回答任何實質的東西 但是他傳達出了一個民眾黨 我現在止血就是 這兩個人我不動 陳志涵 黃珊珊我先不動 那李文中先出去 這樣小草能接受嗎 就我在這個網路上的觀察 吃飽鹹的去逛那slice上面的小草 有很多小草現在似乎 已經有點就是擺爛心態 好啦 就這樣 有交代就好了是不是 不要擴大了 我們就接受了 就是這樣 不要擴大 不要再吵了 大家都閉嘴 回去乖乖的就好了 該捐錢就捐錢 然後該工作的工作 大家回去掛好生活 好 如果這樣子事情 真的在小草內部 被成功壓下去 我認為後續柯文哲真的操作 就是止血點都設在李文中 所以現在真正的問題點 並沒有被揭發 他們就想要去採止血點 我認為這絕對不會成功 木可公司本身的帳 特別是總部的錢 是怎麼流出去的 我就還是不客氣回到那些判卡 當初我們有選舉過的 誰沒有去外面弄過那種判卡 議員都說 你去買個三萬塊給我買一台 三萬塊 哪裡買得到 過盤價 我沒有那麼狠 我後來也五萬 後來沒有 我們找了一個六萬 修了十萬 就是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中文重開市的 誰會不知道那個東西的價錢 所以像這類型的這種事情 我們都經歷過 你那個錢絕對是有問題的 專業一看就是要把它撈出去 就像他們今天在講說 賴清德他也有辦那個 什麼造勢 總共私財 我看那個價格都是 兩百萬 三百萬 那是我們正常的價格 他那個四百多萬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兩百五十萬 三百萬一定包得 可以做得起來 這個是市場正常價格 當然是不是真的物有所值 可以一張三張去深究 我覺得這都公開後明 可以去檢驗 但是現在民眾黨的態度就是一副 我就在想下裝 我現在就結束了 只要小潮滿意就可以 我認為小潮滿意 也沒辦法真正解決問題 為什麼 等到木科的時候 就是要出來面對施法的時候 這是絕對閃不掉的 民眾黨內部的氛圍究竟是什麼 我們上個禮拜日久在跟我們講說 其實本來中平會是要看 沒有 刀下留人 不然也不會開兩個小時 對 那現在的狀況是 感覺真的有一種 內部的人刀光劍影 因為蔡壁如說什麼 我如果再進總的話 我是會一肩扛的 黃先生如果真愛阿伯 你會知道你該怎麼做 這是用情緒方面來做勒索 然後柯文哲的說法 他是說辭職走人最簡單 留下來善後才是比較困難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一個氛圍底下 柯文哲是要留 然後蔡壁如是跟謝利公 他們就是的想法都是 你已經出事了 你包起來了 但是還有一個部分 自己人比較知道自己人發生什麼事 這個叫做柯文哲民眾黨 全國粉絲後援會 空軍義勇軍 這個空軍義勇軍的 他應該也是一個社團 下面他說什麼 他說蔡壁如你以為你很乾淨嗎 你有做假仗 還派人匿名攻擊黃珊珊 你看現在就抓包了 然後就說蔡壁如選舉團隊的 交通費民意支出薪水 這個其實數字看起來是蠻怪的 如果他是真的話 這是不是也要查一下 有一個陳先生 交通費106比每一比2000塊 這個是每天出門還是怎麼樣報的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海線比較廣 因為他們是選海線嗎 可以報到212萬的車資 真正不如去買車 對不對 我趕快攻擊 這個是最高的 所以這個是自己人內部的砍比較兇 你覺得你們現在內部的氛圍是什麼 沒有 這個很長名字的粉專 應該就是內部人在互相 就是盜來盜去 我覺得這個時機 現在講這些沒有必要 大家的出發點都是希望民眾黨更好 希望民眾黨因為這件事情 就既然爆發了大家一起來面對 當然這個黨外 蔡壁如跟我一樣 邊緣人當然是想要說 當初如果以蔡壁如的角度來思考 當初他論案出了一些事情 黨二話不說就馬上讓他自己請吃 不分區的立委 那同樣的標準來看 以他的角度 為什麼黃珊珊出事沒有馬上來解決 他自己的不分區立委這件事情 所以以他的角度來講 他當然會覺得不平 然後甚至是主席還有一個 想要稍微再留他一下 你有你的立場嗎 我是覺得此時此刻 因為檢調都已經介入了 那檢調介入的情況下 我覺得你每天開記者會 也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你越解釋 你如果沒有辦法一次 把所有的這個帳 你說每天開記者會沒有必要 我覺得你要開 就是一次把它解決 像當年這個MG149 或當年這個 柯文的這個市長的時候 選完的隔天 那個帳就一次全部出來 大家一次閉嘴 就不會有更多的問題 那你現在每天 但是他現在其實是在幫忙添彩火 每天丟一點東西 然後導致大家會越產生 越多的這個疑問 那你不如把所有的帳 全部整理完之後 所有的事宜 包括這個消失了2000萬 到底填給誰 你就直接的好好如實的回答 這樣就解決了 那你這樣子一點 就每天開記者會好像 你有沒有很想要進去裡面 幫忙查帳 查帳 那不是我的專業 但是我覺得 這早就10天前應該做的事情 那你現在每天這樣開記者會 你又吐槽民眾長 你越來越危險 他沒在怕的 我只在建議 你每天這樣子丟出來 他現在一隻腳 已經跨在另外一條船 他沒在怕的 有人家會說你是綠雲側翼 沒有 他是藍的 他是國民黨的 我覺得一次解決完所有的問題 這才是民眾黨的風格 一次的公開透明 這樣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你這樣子每天開記者會 你非但的產生了更多的疑問 也沒有回答到 大家真正想問的問題 這樣子我覺得不如不要開 那除了剛剛那個 那個我念不出名字的粉絲團 我們自己的這個熱情的支持者 喬喬的護理師 他也在自己的這個 LINE群組裡面也發炮了 這個護理師有自己的 一個專屬的LINE群組 對對對都有 所以這個LINE群組 他是管理人 所以有人說他這個 為什麼在這邊開炮 因為這是他自己的管理群 所以他自己想要講他自己的話 他真的在柯粉裡面 或是說小草裡面是很有影響力的嗎 非常知名非常知名 我必須說非常知名 然後在網路上 或者在這個現實生活中 也幫了柯文哲 或者是整個選戰很多忙 所以他這次也看不太下去 說這個戰狼或者是三三 在這次的這個危機處理上 有一些他不滿的部分 所以他也在 不是啊 因為你們總是有那個分門別類 有什麼派什麼派 還是說他其實就是某一派 他現在就是氣到不爽派 就是說覺得對這件事情 這個黨中央沒有好好處理 會不會是跟蔡碧如這一個系統 沒有沒有不一樣 大家民眾黨就是大家就是各自為一派 就是大家能夠發聲就是自己一派 那他有自己的群組 所以有立九黨 沒有沒有立九黨 立九派 好對不對 我是姑鳥啦 所以說他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也是對於黨中央這個處理 這件事情如此拖拉 他也是滿有意見的 所以目前黨的這個整個氛圍很亂 所以才會造成你看民調整個往下滑 那我剛剛看到那個民意今天是13.% 那應該最低應該10出頭啦 因為那個民調的做的區間還沒有到 檢調發動搜索跟這個有幾個人被告被交保的那一段期間 那整個延燒之後其實我覺得整個情況會更嚴峻 我聽起來我覺得立九真是一個有高度的人 搞不好可以競爭什麼取代秘書長啊 還是什麼更上一層樓 好那嚴峰是這樣 因為有關於柯文哲 現在這個事情是焦頭爛額沒有錯 可是金華丞案在等著他 然後李正浩 他就在他的臉書報了一個料 那他的主要是他本來埋了一個梗 想說3月10號 其實2020年的3月10號有一場會 那個會會議紀錄 他本來埋一個梗 他先不講說那個關鍵的那個他 女字旁的他是誰 但是今天攤開來了很清楚 來我們看那個他是誰 是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那時候是副次長嗎 是嗎 對 那這樣一個會 因為柯文哲這邊他們的解釋是說 那就是很普通很normal的議員便當會 議員便當會的過程裡面 然後映小微這邊 第一點 金華丞容積爭議案 所以市府這邊回應說 好 那有關於金華丞容積的疑議 就請陳青人將訴求方案 含送都發局 然後他們才可以再提到都委會 來做進一步的研議 柯文哲這邊是講說 這映小微出的頭 是他的idea 但是這個事情 跟黃珊珊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我注意到一個很特別是 好 市長有列席 然後蔡品坤也是副市長 黃珊珊也是副市長 一個映小微需要派這麼多人嗎 基本上這個便當會 我先講一下他的概念 就是說每一個質詢組的議員 他都會問說你們要不要來 跟市長吃便當 對 但是一般議員都是講 跟自己選區有關的比較多 對 像映小微議員 他是萬華的 對 但是他會去講到金華丞的案子 這個是讓大家會起疑鬥的地方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今天黃珊珊在記者會裡面講說 那個會議記錄全部都公開 我在這邊講 我就跟台北市政府要資料 他都說除非那個映小微議員 還有黃珊珊同意 不然其他的人都要不到 所以我們也拿不到那個會議記錄 第三個我講這個便當會 其實合理懷疑叫做一個敲門磚 因為市府其實他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好像議員有講過 有質詢有陳情過的案子 市府就要積極的來做辦理 我跟大家說其實今天這個 除了彭正森以外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人叫做黃錦茂 他是當時的都發局的局長 對 然後他有透過洪建議議員 點出了幾個時間點 點出四個時間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格 他在時序上 當然前面4月16號 前面是便當會 後來4月16號 柯文哲就自己覺醒了說 要把他這個案子送到都委會裡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 其實都發局這一個 對黃錦茂來說 他認為這個叫做什麼 其實就只是要找都發局的同仁 跟這些專家學者做背書 為什麼 因為當時候 金華城在9月的時候 他會要求 就是說他要求說 要從560要變更為840 多20%的這個容積獎勵 市府就請他說 那你再送一次計畫書進來 所以這個關鍵9月份的時間點 其實10月份 他只是又召開了一個 專家學者會議告訴大家說 那你們的意見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講是背書 因為其實柯文哲 在11月11號的時候 11月11號他就已經簽了 細部公展的這個計畫 所以那時候都發局內部 大家也都已經知道說 那市長就底定就是要這個案子 要送進去 而且要公展 我有一個疑問是說 因為蔡炳坤 他是督導督發相關的副市長 黃珊珊不是 應該是說黃珊珊在鄧家基之後 在2019年的10月之後 他就已經是府會的總聯絡人 那一般我們開這個便當會 府會聯絡人都會來詢問 要去出席的議員說 議員你有哪一些要討論的題目 你要先告訴我們 那他們就會回去通知相關的單位 都會先做好準備 先把背景什麼都搞清楚 那為什麼我講說這個案子 可能就是敲門磚 我台語說那是不是已經倒好 就是說你明明就知道說 我就是要來開花 我來講這個議題對不對 那你就是聽完了之後 趕快就是去做交辦的這個動作 才有後續的這些 不然為什麼人家其他的議員 可能在那30分鐘裡面 建議了很多事項 最後都被你打回票 那金華城他又不是公共利益 他是屬於財團的利益 那你又對他那麼的好 又獨厚他 現在這個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所以黃珊珊他當時是總聯絡人 他事前也一定知道 就是應小微會提這個 而且況且你看 我還有一個疑問 他開會他不是便當會嗎 是吃中午吃晚上 他們如果說有中午有下午 有下午 所以這個時間也是合理的嗎 他是3點45到4點15分 這個是有可能 這個算便當嗎 他們可能會準備一些麵包 就是說雖然是下午 他就準備麵包跟咖啡 那我要講說 其實在109年的時候 金華城他們就已經有找過 市府的單位去陳情了 那我剛剛講 這個為什麼會特別去找了 某一位議員 然後又特別的在便當會裡面 做提出 因為他以前找別人 可能就是找 自己找市府單位沒有人要理他 那掛一個說 這個是議員關心的案子 所以他們比較好處理 會不會是這樣子的狀況 這就是你剛才說的 倒好的意思 瑞德哥因為金華城的部分 你感覺一直都有內線 來幫我們補一下 我個人認為 如果那一天 那麼開便當會的議員是 徐曉昕 我就可以接受 很久沒有他的新聞 三個禮拜都沒有人提到他 他臉書寫一大堆都沒人理他 整個暑假 趕快都沒有他的聲音 如果徐曉昕他去開便當會 幫金華城 接到陳情 那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 他的這個轄區 那怎麼會是一個萬華對不對 來開 當然 這個應小微跟黃珊珊 黃珊珊是他的 輔惠總聯絡人 反正他有他的說法 不過怎麼會那麼巧 那麼巧了以後 隔了一個禮拜了以後 整個金華城案就動起來了 一直到後來就我們已經講了 好多好多的東西了 這幾天約談了很多的 包括宋政麥在內的這些 當時反對的這些人 反對的人這麼巧不是不受續聘 那麼就是在時間到了以後 不再聘 然後緊接而來就是請假 到後來最後就讓他過了 對 這是一個100億的相關的 這個重大的相關 比起我們 比起民眾黨做爛賬假賬 對不對 從會計 跟各位報告一下 明天那個中評會不要開了 為什麼 做假賬被民眾黨說做假賬的人 不能來 他帶電子腳樓怎麼來 對不對 另外一個 最了解的財務長也不會來 然後號稱說只做 只知道大賬 其他都不知道的 黃珊珊會去 這個中評會有什麼關係嗎 阿伯都講了 離開了很容易 留下來的最困難 所以決定讓黃珊珊 繼續吃苦 繼續困難 結局都已經告訴你了 這樣的一個黨 還有什麼前途跟希望可言 至於阿伯什麼時候被約談 各位 那麼我現在的檢調單位 一定會完成阿伯在他太太 畢爐 不是畢爐 畢爐 畢爐已經發佩邊疆去了 那個不是他太太 他太太是佩琪 佩琪對不對 生日那天阿伯洗下來 心願就是檢調單位 趕快來約談 阿伯你一定會如願以償的 好 希望這個禮拜 就會發生了 今天黃珊珊開的查帳記者會 柯文哲說給他一個善後的任務 但是這個解釋96萬的便當費 說是誤報 短差的95萬9千多元 請問去哪邊了 後面我們漏報了好幾筆 停車費有什麼各式各樣的 好啦 你這個帳要解釋也沒關係 但是最需要解釋的是 你進總的募款小物 透過了募殼賣出去之後 請問錢進募殼 然後呢 然後呢 錢有回到哪邊去嗎 還是說你這個錢沒有辦法講呢 我們其實必須要釐清的是這個部分 查帳是這樣 自己查我們就很怕說 你是不是選擇性的公開 所以應該 我主張 我強力要求 要找公正第三方來查 才會有公信力 想要掌握更多節目精彩的內容 記得掃描下方QR Code 訂閱新台灣加油YT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分享精彩片段 明年同一時間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